第302题好了 那这一题实际上 其实看题目不用从上面看一下 我的奇怪是 直接先看底下 它的需求 输入什么 有没有 一个变数,两个变数 输出什么,输出这个 所以呢,这个是input 这个是print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要写这个 他意思是说 所谓的偶数连加之后 他如果输入 第一个数字是14 然后输入第2个数字是 114,意思是说 帮我把14一直加加加加加到 1144的偶数部分 然后基数不用加 那请你帮我把这个的结果 print出来 print出来就是 327714 OK,那如果说 你呈词写出来 run之后的结果 也会是 符合他的这个需求的话 那 这一题 就得分了 OK 所以 假设 你就抽到这一题好了 你要怎么 做这一题呢 其实这个应该我们前面都讲过 1个的话 一样嘛 那到时候他会给一个列几档 那如果 假设你把它开起来了 不过我们这边 直接开个新的来列几档 那像这个的话 第一个就是 两个input 所以 假设我们给一个 变成a 等于input 那input的话 把它放大一样 把它放大 OK input 那input的之后的话 给它一个小瓜糊 特别是input的话呢 它里面的资料 一定会是字串 文字 所以记得外面 把它转型一下 int 然后呢 等于是输入两个嘛 所以一个是a 然后另外一个是b 所以你就是input a 等于 然后再一个b 最后的话要把结果给print出来 可是print出来结果的话 我们必须 给一个 帮它累加嘛 所以累加还印象 有没有 所以for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底下需要什么 需要个for回圈 for i inrange h 有没有 从哪一个字开始 从哪一个数字开始呢 从a嘛 对吧 逗点 到哪一个结束 到b 再下一个 所以记得 这边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不能b b的话停下 144那个就不会被加到 所以怎么办呢 加1不就好了 那偶数部分的话呢 逗点 对吧 2嘛 OK 如果可能同学会说 老师如果第一个数字输入基数的话呢 这个不是在题目考虑 因为正照考试它 就是已经预设好了 预设输入的是偶数开始 偶数结束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冒号 后面的话呢 就把结果给print出来 所以 累加的话还记得吧 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个变数 比如sum或ns ns 等于什么呢 ns自己本身 再加上什么 加上i不就好了 OK 这样的话就累加累加累加 他意思就是说 把那个产生的i的指 比如说先输入14 14的话呢 就是跟ns ns预设值假设0的话 那相加 存到前面去 所以这个 叙述方法就是后面加完 存到前面盖过去 存到前面盖过 所以 14到1144就累加累加 那累加完之后如果我要把结果print出来 正确的话你就打一个print 这个print什么呢 再把那个ns里面的资料 把它print出来 这样子的话呢 程式 应该 就写好了 OK 应该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在考试啊 如果你假设抽到这一点你就打这样子 不过还 那最后的话当然还要确定说是否正确吧 怎么知道是否正确 就是要符合他题目要的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也就是按照他题目要的 先输入14 再输入1144 得到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理论上 应该这 这一题就得分了 那我怎么知道对不对 我们来弄一下 弄一下就知道 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考试的话 考试的环境就是spider 所以他考试 就已经有spider提供给你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跟各位讲一下 那这边的话把它run一下 所以run之后的话呢 他这边会有一个地方让你填第1个数字 所以14 Enter 1144 Enter 得到的结果 如果是他的 有没有 这个结果的话 那表示呢 就没问题 不过你会发现 第一个就发生错 什么错误呢 这里的话你会发现 他说没有define 因为他找不到这个ns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ns 他的初始值是在 for回圈里面 所以还有印象吗 我们累加的时候 有多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就是呢 把这个ns 有没有 先 让他 给他一个初始值 有没有 在for回圈 等于多少 等于零 有印象吧 不过我们之前应该是 变数名称叫上 只是这边改成ns 也就是说我今天 让他 初始化的位置 如果你把它放在这个里面的话 那将来呢 你在printer的时候 他等于在外面 就会存取 不到 里面的值 所以 如果要避免这个问题的话 那请特别小心 请你把那个 这个ns 必须要多初始化在外面 这样子我们外面才可以存取得到 OK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 OK 好 那如果run 没问题的话 那一样 把它再run一下 执行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 14Enter 11 44 Enter OK 有没有看到 得到的结果如果是 327714的话 那这一题就拿到分数啦 OK 所以这个时间大概 9题给你100分钟 一题 大概10分钟左右 不过如果你都很熟练啦 应该 可能不到 100分钟嘛 考个10分钟大概就可以出场了 是这个考试给 import module吗 他已经都帮你ready了 所以他不需要你去做import的动作 OK 而且 你反而import一些其他外部东西 反而会不会 这个评分评反而不正确 因为他有 他那个云端的系统也是 写出来的 所以他有一些预设的情境啦 所以有一些module 蛮好用的 对啦 对啦 但是问题就是说他可能 不太希望说你把环境搞得很复杂 对 OK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啊 底下还有其他题目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反正呢你希望把python学好 应该 最终还是要多类习啦 那你如果不知道 他拿什么来练习啊 刚才的话你就拿那个 这个证照考试题目 对不对 90题嘛 如果你90题都可以 很短的时间内马上可以做出来 那我说真的啊 你以后要做 其他应用应该就没什么太大问题 而且 真的啊 我发现 那个 考试其实就是考你熟不熟练 稳定度啊 熟练度 OK 如果你这些都不 不存在的话 那以后说真的你要拿来应用啊 应该也是蛮困难的 OK 所以 当然不是说 保证你考考试考过的人 就是python很厉害 没有啦 只是你有 基本分而已啦 大概就是 个70分吧 60分吧 OK 不保证说你一定下下 但至少 你应该是OK的啦 还有这个考试不是说你 这个 100分才能通过 他其实70分就通过 所以 其实 九 九题的话呢 理论一题十分 那第四类是20分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拿到 这个证照的话 其实理论上你只要做六题就好了 那先做第四类 因为第四类是20分 如果你第四类拿到了就20分 然后你再 拿个五题 也就是说你九题里面 你只要做 六题 对 做六题 你就可以通过了 70分就及格了 比如说70分也是拿到 证照 然后呢 这个100分也拿到证照啦 如果大家尽量如果可以让全部正确 OK 这个是额外补充 刚好我看到那个云端上面我有放这些资料 所以如果有兴趣同学不妨可以自己再练习看看 那 再来的话呢 我们 就是要来看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 三角形前面 如果要再增加 空白的话 诶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上的题目 跟那个正照考试的题目的那个概念都差不多一样 反正就是给你个问题 你把结果做出来 做得出来你就OK 做不出来当然你就是有问题就把它学会就好了 OK 请各位试试看我刚刚讲的东西 你们可以找应该有看到 在云端白板 云端上面的这个 Python 证照考试部分 那待会再来看那个 在三角形前面加空白